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人生应该从何时开始定位 郭学员你好 对 沈玲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其实每一个人的人生 有时候大家都会觉得 其实从小就应该开始定位了 不过我们常常谈的都是 在大学之后可以搞到人生的路 到底人生的定位应该从何开始 其实在教育上 在社会上有一句谚语 常常讲说 这小孩子的三岁就看大 七岁就看老 那意思就是说 这个孩子的塑造他的性格 这一辈子他能够做到多高 在小时候就可以看得到一些端倪 就看到一些迹象 那所以其实孩子的头脑 在小时候是最容易开发培养的 如果是说你希望你的孩子 真能进到好大学表现优秀 绝对不是到了高中 面临的升学的抉择 SAT的准备 GPA开始要核实核算的时候 再开始找 发觉很多地方 如果早一点开始 你其实可以成功的 那其实你刚刚讲这个问题 从真正一个申请学校 进好大学或人生成功的规划 其实是应该在从幼儿期时候 在家庭教育里面 就应该开始着手的 所以从幼儿期就应该开始了 我记得以前郭学文 跟我们常常提到的就是 我们如果从高中要好好准备 进大学的话 应该从六年级就开始准备了 可是其实我们现在 更往下扎根是吗 其实六年级准备是说 在你的英文的阅读写作 这方面的例子 六年级开始准备 开始要跟你介绍说 大学有哪些可以选择 有哪些科系可以提供 就业市场上有什么样的分类 有什么样的requirements 就是找工作的条件 这个门槛在哪里 这是从六七年级 就应该要把这个概念 带给孩子 但我们在讲说 帮一个孩子 所以把他的潜力 都发挥出来的话 那要更往前面更推 可能推到这幼儿园 或在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 你就开始他对整个学习 他养成他学习的态度 情绪 习惯跟行为 其实这些如果你越早 把它带进去 那你接下来这整个念书的 基础教育的十二年 跟四年的大学 一共十六年的念书 都会很smooth 很顺利 很平顺的 可以念得很好的 所以其实应该真的是要 从小开始 等于从幼儿园 或是小学的时代就开始了 可是在我们每个家长的家庭里面 幼儿园跟小时候的 都还找不到郭主任 因为郭主任大部分的学校 都是从初中或是高中 才开始的吧 对 其实在过去 ACI南加州学员做了30年 我们主要的主力 当然都是从小学的 中间大概四五年级开始 一直教到高中 但是我们最近 我们其实学校 一直有一个期望 一个梦想 就是说能够把ACI这个叫 道德礼貌人品的教育 还有知识的教育 能够向下延伸到更小的孩童 因为常常有家长问我 孩子一年级 二年级能不能来 当时我们要告诉他 你要等到三年级或四年级才能来 那在今年呢 是ACI南加州学院成立30周年 我们也在今年 我们把我们的这个 就是在教育这方面 另外辟了一个原地出来 就是叫做ACI Little Year 就是ACI的小耶鲁教育学院 那在这里的话 我们就从小学一年级的学生 我们就开始去辅导 在这时候妈妈会想 孩子一年级功课没什么难吗 对 的确是 一年级 二年级小孩 真的没什么困难的功课 但是这个课程 这个整个学习是在启发他的大脑 启发他的人际关系 启发他的这种定性 可以坐下来 就看一个比较难 或比较深的一个书籍 那让他是等于是说 对整个学习 整个小学的学习 有一个清楚的认知 其实更重要就是 培养他一个好的习性跟习惯 那如果说他在一二年级小孩子 就已经开始懂得关心别人 懂得对自己的行为 读书 成绩都开始会负责 也懂得是在家庭会分工 去做一些家务家事 这孩子肯定到了初中 高中是非常优秀的 也符合了就是 我们在训练这些孩童 你能不能进到顶尖的大学 可以 因为那你要更早就塑造出 你自己的个性脾气 态度 观念 想法 而这就是ACI 会把这个课程向下延伸到 从小学一年级 就给开始来ACI 放了学以后来开始有功课 就准备加强 当然也有一部分学生如果表现得很好 他们也有可能在这个小学过程当中 有可能会跳极 因为过去其实我们一直在有很多小孩 念书念一念就跳极了 因为他表现优异 他可以skip到一年或两年的时间 就往上跳上去了 我觉得正好就是正宴了 郭主任之前的一句话 就是赢在起跑点上 如果今天是从一年级开始的话 你总比从三年级开始又提早了两年 如果你从三年级开始 又比五年级开始提早了两年 如果从一年级开始就可以奠定好的学习基础 学习能力 甚至是开始学习怎么去应用你的时间 到你三年级的时候 你身份真的就可以跳起到五年级 你就又减省了一年的时间 可以学习你学习上面的课业了 对 其实是的 你讲的对 其实这很多孩子在这个小的时候 他的大脑他是左右脑并用的 就叫全脑的学习 那慢慢孩子顺着年龄增长 人会越来越习惯用右手 对不对 用右手是表示你在用左脑在判断跟思考 所以真的要让一个孩子变得更优秀更聪明 其实是让他左右手并用画图写字弹琴运动 那同时他的这个在对艺术创作思维判断的时候呢 在ACI的教育观念理论来讲 孩子其实常常让他练习用不同的思考方式 不同看待这个世界的这个观点 那其实都要从小去培养 那你最直接的话就你选好的一个知识跟阅读 还有这种感觉让他去接触 孩子会觉得受教育是很快乐的事情 而不是说这么小来他要给他很多功课 压力跟学习 No 它是一个很快乐的自然成长的一个过程 但是他基础会打得更好 就是我有很多学生 其实妈妈也讲说 他到十年级来这边开始准备SAT的时候呢 他说他从幼稚园到现在十年级 学校功课从来没有拿过一个B 全字全A拿了十年或十一年 其实有很多这种孩子是这样子 那这些孩子有共同的特性 对事情有热情 有好奇心 自动学习 而且他没有压力 他很快乐 凡是在一个不快乐的情况之下念书 功课很难真正念得很好 反而是越有压力 其实功课有时候会变差的 对对对 郭主任我觉得这个也应验了您另外的一句话 记得我们在节目中常常讨论过 其实到十年级才到您的学校的学生 有时候根本分不清他的性向是什么 大学的科目 或者他大学想要选科系的时候 不知道怎么选 或者是以后大学了 想要做什么样的行业 完全是不知道的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其实你如果从一年级开始 就可以进入到一个好的学习环境里面 你知道什么是你的人生目标 对于你来说 其实学科都是很简单的 在一个快乐的环境下面做好学习 我觉得他的人生目标是更为显而易见的 对的 你讲的是 其实孩子在学习是靠情绪在学习 那情绪会培养这个孩子的性格 或个性脾气 他的观点 所以有时候在学龄前的 学前的教育 有时候他对这一生的影响 有时候更重于说 你在大学里究竟修了几个学分 学了什么专业 因为那是一个术 那是一个技术的术 那是一些专业领域的知识 可是孩子的性格 品德 观念 价值观的形成 其实都是从小时候的家庭教育开始的 他接触什么样的人 参加什么活动 玩什么样的游戏 他的生日party怎么过 母亲节怎么过 过年怎么过 每一个活动 其实都在塑造你的孩子的想法 回忆跟价值观 所以在ACI这个教育理念 如果孩子早一点接触到一个正能量的观念 正确的想法 开始懂得也从小就要懂得尊重 懂得付出 懂得感恩 那这个教育理念来讲 会帮着孩子在因为性格好 因为脾气好 态度好 人际关系好 所以他更能够把自己的优点 全部都发扬发挥出来 那以后的学习功课都只是一部分 功课自然很好 人品也很好 受欢迎 领导才能培养出来 当然进大学就是显而易见 他很容易就可以申请到一个好的大学 因为他很容易的可以被大学看到 因为他什么都好 人品又好 人际关系又好 学科学处又好 说不定可以在小的时候 把这些好的环境 跟好的这些好的因素 都塑造在这一个人之间 说不定他可以把这些好的因素 带回家里 把家里变得更完善 更美好 父母亲的关系 也许就会因此而变得更好 都不一定 是的 其实像是ACI 我们成立在ACI Little Year 叫ACI小野鲁学院 我们今年是成立我们学校ACI 这第七个校区 这个校区是在Warner City 在核桃市 那它是究竟是让这个住在核桃市 Demon Bar Warn Heights 这附近区域的这孩子 能够他从有更小 就可以培养他 就是好的读书习惯 好的这个行为管理 好的这个阅读技巧 或写作的这个能力 这些都培养 但是数学他也可以提早去学习 开发他的这个脑的这个功能 那也会让这个孩子就觉得说 我们这个教育方式 不强调要写很多功课 也没有很多考试 它反而是让一个孩子 在一个很自动 很快乐的学习环境里面 自己用眼睛 用心去感受 所以这些知识 这些学习的内容是很有趣的 所以他很愿意是放了学以后 来到这边 他是很快乐的学习 但是真正的阅读写作 单字语法实例 也在这样子一个过程当中 也放进去 也培养起来了 所以孩子的学习 肯定在未来 他就是慢慢叫超前学习 你刚刚提到 每一个起跑线的时候 起跑点的时候 你是We're prepared的 那这一个阶段 你会比别人再更快速 达到目标 可是当你跑到终点的时候 因为下一个起跑线又开始了 人生是很多个起跑点 它不是只有一次 小学阶段的 初中 高中 进大学 进入职场 一直到你将来的婚姻 结婚的对象 一直到你自己以后 有了孩子要创业 每一次都是一个起跑线 那起跑能不能赢 都看你之前的准备工作 做得怎么样 是 所以就像郭主任所说的 所有的事情呢 都必须要从小扎根 从小开始 才可以每一次都迎刃而解 赢在起跑点上面 如果你这一次错过了 你一年级的ACI小耶鲁 或者ACI Little Yale 这样的一个学院 那现在这个时候已经在高中了 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 郭主任继续与您讨论 欢迎回到这一节的天下纵横谈 在上一节的天下纵横谈里面 ACI南加州 学院的郭主任告诉我们 其实人生有非常多不同的阶段 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起跑点 而赢在起跑点的每一个点上面 如果您可做好准备的话 其实每一个起跑点对您来说 都是亲而易举的 不过如果您已经错过了 ACI小耶鲁 ACI Little Yale的这个起跑点 现在已经在高中的这个 求学阶段了 到底应该怎么样 还能继续地在起跑点上面 赢得先锋呢 郭主任 如果现在的高中生 已经错过了您的ACI Little Yale 现在这个时间该怎么办 其实所谓ACI Little Yale 这叫做就刚开始起跑线 就是第一次你进小学 或在幼稚园的时候 你就开始要把整个规划 就不是等到二年级的时候 再开始准备二年级的事 三年级准备三年级 而是当你一进到小学 一年级的时候 就把从一年级到五年级 或六年级 所有的发生的活动 课程考试要求 做一个整个全揽 就全部的一个介绍 让这孩子 你会说一年级孩子还太小 可是你也让他知道 我们在这个学校要待六年 所以你每一年 你会换不同的教室 不同的课试 学习的内容 学校的图书馆 学校的设备 学校的活动怎么参加 其实孩子心里会比较安定心 有安全感 还比较快乐 他不会说每一次等到 开学了 考试了 就开始有压力 开始觉得不愿意 因为他弄不清楚 What's going on 他下一步要做什么 其实panic的关系 就是因为孩子不知道 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情 你如果让孩子都知道 整个留学 念书游学的过程 就跟你讲说 学习的过程很长 从这边一直学一路学 从中国学到美国 或从美国出生 一直学到他进到大学 读研究院 研究所 那这个过程当中 很多妈妈都是等到说 终于要申请大学了 好 我们再来找 SAT要到哪里补习 自传怎么写 课外活动我还没参加 社区服务没有 你都是到最后一分钟 都已经才开始去 对 抱佛脚的时候 所以你当然做不好 那孩子也会怪 我也不知道 我就是顺着学区 就进了这个初中 进了高中 一路念念到最后 发觉什么问题都来了 那我们的教育观念 就是说孩子是小 可是观念 不是实际去做 观念只是一个了解 一个定位跟想法 你可以在孩子很小的时候 就先把这些人生 会发生的观念事情 先解释给他听 让他心里有个准备 then他在这个 整个一起一起过程 包括现在的暑假要做什么 暑假完了 开学以后又做什么活动 那下一学年 所以在这个观念 决定方向跟观念做法 其实对孩子 对每一个年龄层的孩子 都重要 并不是一年级重要 三年级不重要 或者五年级重要 七年级不重要 No 每一个年级开始的时候 就是一次的起跑点 又开始了 就是这一年 一个学年 那整个小学 算是五年或六年 又算一个小学的 一个起跑的一个过程 那另外初中是两年 或三年的初中 它又是一个过程 又是一个 把你自己的优点展现出来 最后到了高中四年 真正努力 时间只有三年加两个月 接着就要申请大学了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规划 要珍惜孩子的 所有的时间 资源 体力 包括人际关系 包括他对家庭的 这个可以付出 他的贡献的地方 这个机会是 他可以对家庭 对社会有贡献的时候 妈妈常常跟他讲 你不要做 你不要做家事 不要做这些事 你专心去念书 结果孩子是 多读了书 进步了3%的成绩 可是他丢掉 30%人格成长 道德提升的机会 那我觉得从大学来看的话 对他来讲 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我觉得观念 是非常重要的 你有正确的观念 你才可以走到 正确的路上面 不管你今天到底是几岁 不管你今天到底是几年级 如果你有正确的观念的话 你就可以有心中的大蓝图 脑里想象的蓝图 可以印在你实际的动作上面 当初的最好的这个观念 就可以慢慢印证到 如果我20年之后 想要进到这个大学 我可能再推算回来 推算回来到这个时候的时候 我可能就要从一年级开始 先做好准备 甚至到每一天开始 我要用多少时间来写功课 我要用多少的时间来写作 我要用多少时间来读书 甚至用多少时间来帮爸爸妈妈的忙 对 是的 其实我们中国人的传统 有很多小孩子刚生下来的时候 相信这些人爸爸妈就把他拿去算命 算他这一生的命盘 适合做什么行业 个性怎么样 可以赚多少钱 做到多大的官 那其实这是我们中国几千年上来 很多的这个文化里面的一部分的传统 相信算命的人 很早就帮孩子 再还是小baby刚生下来 有一个八字就拿去排命盘了 那这个观念同样在教育里面来讲 你应该一进学校的系统 接受这个教育 你一次就要把这个接下来的12年 或16年 甚至20年的教育 一次把这个全部的过程 全部看一遍 你只要知道 他每一次到了这个年龄的时候 他有多少option 有选择的机会 那他自己的条件是 条件越好 选择的机会越多 你条件不好 就是被别人选你 你不是在选大学 是被大学在挑你 大学要不要你 你没有选择权 那在ACI的这个教育理念来讲 我们的学生 每一次当你可以把 就是做一个更好版本的自己 就是说你一个人 可以做一个很积极的 或者很懒惰的 或者一个很帅的 或者很邋遢的一个形象 但是你的版本 有很多的addition 那你要做哪一个版本的你 这些都是你 所以我们讲 在申请大学之前 孩子应该透过一个 学习辅导 一个指导的过程 找到一个是最好的版本 来申请大学 最好的版本去就业 去找工作 最好的版本去谈恋爱 去结婚 对吗 那这种观念 其实在ACI教育理念来讲 就是说 你的人格有很多潜在的 隐性的一些优点因素 但是别人没有发现 ACI的教育团队 ACI的counselor老师 主任跟你谈 和跟你做心理测验 性向测验 把这些优点找到 告诉你说 所以你的能力 可以拿到应付六个AP课 或者你可以读到十个AP课 你有这个条件 你有这个愿望愿景 那你进大学 可以把它规划出来 这些学校都是在 你可以应付 或者可以选择的范围里面 那这样子去跟孩子去沟通 孩子眼睛会亮起来觉得 当然 你真的觉得很理解我 而且你觉得我有机会 而不是像说很多的行业 很多的人 他们就用吓的方式 你这样子就进不了大学了 你这样子可能将来一事无成 有些家里还会讲 你可能会当homeless 其实你是希望他好 你是想恨铁成刚 那我告诉你恨铁不会成刚 只有爱铁才会成刚 所以你要变正面 你爱他 帮助他 鼓励他 孩子才会真正站起来 所以用一个负面的教育 负面思想 你没有教出正面的孩子 在我们ACI always用正面的语言 正面的观念 正面的鼓励 帮助孩子建立信心 包括说现在 暑假到了 那你暑假可以做什么 一定是把这些option 选择的choices 放在前面让孩子先让你看一遍 然后再跟你共同来选择挑选 这个东西好 好在哪里选择 这个会有什么样的consequency 解释给孩子听 最后同意 家长同意 孩子同意 我们也建议 他也接受 那就开始安排 整个暑假的学习 或者internship 或者课外活动 或者community service 这就是ACI 引导孩子成功 很重要的一个方式 我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新的观念 郭主任 因为现在 如迪 就好像是提雷贯耳一样 我听到的感觉是 原来你会告诉我说 其实现在我有option A B C D E F G 我有这么多的option 可以在我前面 哪一个你看到的 可以让你眼睛为之一亮的 你的眼睛为之一亮 除了从眼睛的感官之外 ACI的所有的counselor 会给你耳朵上的感官 让你觉得 其实你是真的可以做到的 你有这股自信心 有这样的一股力量之后 它可以支撑你 往你的任何一个option上面走 所以你当走的路上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到 其实不是让这些option来选我 是让我来选择这些option 有这个感觉 有这个观念 有这个自信心之后 你会走得越快 走得更有劲 越走越开心 对 你讲的真的很对 很好 其实常常小孩子说 我这么去努力念书 我进到一个好的大学 我究竟what for 就是for what 那其实真的重要 就是说你今天能够 一个好的教育背景 好的实力跟能力 是因为你有选择权 选择你的工作 你的compensation reward报酬 选定你的lifestyle 选定你要跟什么公司在一起 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 social在一起 这是选择权 然后如果你再变得更强调 说你变得更优秀的话 你就完全进入到 有选择权 你还有一套自主权 你可以自己决定更多的事情 因为这些资源 这个决定权在你手里 你不但帮助自己变得优秀 你还有这个权利条件 去帮助别人也变得优秀 这个自己把一个正能量 就从你这样子投射散发出去 所以很多你讲leader leadership是什么 leadership就是你可以 把旁边的人的潜能 把他的优点 把它找到放大发挥出来 这就是leadership 其实很多孩子都不懂 他说你要培养leadership what is the leadership they don't understand 他不知道 好像leadership就站到那边 发号施令在管人 no 那不是叫leadership 那只是一个 执行使命的人 commander 发号施令 只是在下达一个命令的人 而在大学里要看到你的leadership 是能够让别人变成一个更好的人 社会变成更好的社会 这就是一个付出 这就是一个正能量 那这些能量带给别人 让别人觉得更舒服 更有好的想法 好的行为表现 这个过程 这个影响力就是leadership 所以反过来再说 其实环境真的是非常重要的 不管是在家里的环境 今天在学习的环境 我们在little yale里面 或是在AC 另外一个学习环境当中 如果今天真的要去好的大学 你心里向往的大学的话 是不是应该一定要到 这个大学里面去看一看 感受一下 真的用眼睛去学习 用耳朵去聆听 用心去感受那个大学 才真的可以觉得 I really want to go here yes 是这样子的 的确当一个孩子 对一个 一个我们讲商业上的 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一个人不会去买一个 他不知道的商品或服务 那一个孩子要进大学之前 他对这个大学根本不了解 只是听过名字 甚至更早有些大学 他连都不知道都没听过 他如何去申请这个大学 如何到这个大学读书 所以就等于是说 当这孩子对大学 或教育体系不了解的时候 他的选择的范围跟机会 就变少了 力量变弱了 所以在ACI每年的这个暑假的时候 在7月底到8月初的时候 我们会办一个college tour 就是一个大学参访团 到东岸去看大学 看这个Boston 看New York 看这些Kinatica 或Royal Islands 属于在这个区域里面 叫New England区域 我们会看到 让他看哈佛大学 耶鲁大学 MIT 或者这个Brown University 对不起 这个在Brown University 还有是看Columbia Tefts Boston College Boston University 或者看纽约大学 还有Princeton Princeton大学 让孩子去体验 东岸的文化 东岸的人 东岸的素质 到底跟旧金山 洛杉矶 Saint Diego 有什么不同 为什么那边的人 他们在文化的素质 对一些事情的看法 跟我们在西岸不同 这些都是美国 Even you are born in the US 你是ABC的学生 你说我在美国出生长大 但是西岸跟东岸的文化 是有差异的 学习的效果理念 这个Vision是不同的 所以其实让孩子 能够到东岸去念书 或者在念书之前 更重要先去看大学 对他整个学习 把他的视线 视眼界打开来 其实是非常重要一环 我们的其实学生 只要去过东岸去 看过大学 回来念书 平均可以增加 20%到30%的努力 这是我们真正要告诉家长 你知道吗 他看过大学 他喜欢的时候 你都不要再这样 他为了这个目标 他想去读这大学 回来变得很主动学习 GPA提高 SAT进步 Cartic Essence认真去写 课外活动认真去做 你说这个效果有多好 对啊 就像你刚刚提到的 你让小朋友们 有3%的时间去多读了书 可是你浪费了30% 让他跟家人相处的机会 因为其实学生 他的目标很单一 他们在那个时段 真的非常单纯 他也许没有任何经济的压力 没有工作的压力 他的目标就只有一个 那个目标就是想要上好大学 眼界都开了 去到东部已经看过了 当然你会全心全意 用100%的努力 还有100%的心 想要往那个目标去做前进 如果今天您想要有一个好大学 或者是您的孩子们 也向往进入一个好大学 其实人生的阶段 就是不停的在学习 如何学习的改变自己 如何学习赢在起跑点上 如何学习把每一个起跑点 所有的准备都在提前完成 这些都是人生需要的功课 如果今天还有时间 打电话到ACI与郭主任聊一聊 或者是用暑假的时间 到东部或西部的大学 去走一走看一看 人生就真的能 找过在你手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